依依呢 你这个年纪 就投资皮衣不测 没有 我来带给大家是快时尚的皮衣 这女儿也可以卖的 好的 欢迎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快时尚的皮衣也就是说 它不是真皮 对的 有一些科技的布料跟皮革 真的做得都很精致 是的 因为其实像皮衣的话 以前我也会有一个心里面的想法 觉得皮衣要嘛动辄三五万块以上 它才撑得上是一件皮衣 可是其实久久买一件 现在快时尚 尤其是风潮改变得这么快 例如说今年流行美拉德 总不能买十件都是真皮的美拉德吧 这样我们小资女的荷包不行 那么我介绍的皮衣呢 今天大部分都是合成皮 人工皮 可是用小小的价钱 其实整体的质感也不错 那我先介绍我身上的好了 像我身上这件裤子呢 它是在日本买的 然后它在日本的古桌店买的 其实它不是真皮 可是它材质其实摸起来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觉得它工艺的拼接 也做得非常好 就是有刺绣啊 然后有拼接一些白的皮革的部分 然后我自己把它改得 有点喇叭裤的感觉 那是自己改的喔 对啊 它本来是一个 我设想它应该是给一个 一百七百八的名模穿的 因为它是窄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骑 车缝阿姨把它打开 它就变成是一个高飞狗的耳朵了 对然后它就这样子 它就会让它有点像喇叭裤的感觉 然后再来是 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很流行长大衣 我觉得皮革的长大衣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一般基本上的毛宁大衣的话 大家可能都看腻了 那种皮革长大衣的话 它有一种护帅的感觉 有点像駭客任务的感觉 然后再来这种快时尚的大衣 其实一件也都两三千块而已 然后再来我要记得到今年的 其实我个人买的一些 像这一两年很流行美拉德嘛 因为以前皮衣的话 像我们今天来宾大部分都穿黑色 大家会觉得咖啡色的皮衣 有一种阿公的黏盖感 像那种老皮鞋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今年的美拉德之后 它会用版型让它做的比较 没有这么有老人感的感觉 例如说它可能做五分裤的感觉 那你穿的时候呢 只要搭配一个像雨靴啊 今年很流行的雨靴 或真高厚底鞋 就会让你看起来有男生的男孩感 同性感 看起来就会很可爱 那例如说像我这样穿的话 搭配一个皮革长大衣 长短的落差的话 也会看起来很可爱 搭配一个乐服鞋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的部分呢 今年既然有皮革的衬衫 然后我觉得皮革的衬衫的话 其实用效很多 功用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博外套用来防风 再来你把它全部扣起来之后 其实皮革衬衫 像我这样子搭配一件皮裤 完全扣起来之后 再配个牛仔西部靴 就会有一种 蛮冲突性的感觉 那会觉得很帅气 可是又不会觉得 皮革风的外套太大一件的感觉 那我觉得衬衫也不错 然后可以让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黑色以外呢 像这种抹茶绿啊 酪梨果绿的颜色 对 也蛮适合的 而且其实它 蛮显肤色白的 那扣起来之后 配个牛仔裤就会很可爱 这也是很特别 对 然后再来是 我在日本的时候 掏到的宝 这一件呢 它就是真的是真皮的了 然后它最近的历史人 也是有15年以上 可是它保养得非常好 然后我在日本买的时候 它的价格 我大概买 差不多2万块台币左右 可是它真的是非常重 又非常保暖 然后再来我觉得 如果15年后的今天 我看到之后 我依然会觉得它时尚的话 那好像可以值得 我花2万块 因为可能15年过后看 它还是蛮经典的款式 对 那这都是我个人的 天堡 可以吗 老师 你有没有觉得它 有没有拿几件可以烧的 或丢掉的 没有 我觉得是蛮精彩的 都留下来 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啦 就是主要是 因为它早 掌握到了 就是这几年流行的 这种一个轮廓感 都松松宽宽的 然后有一点点创造那种 男孩风的感觉 比较酷帅的女生 然后剪裁都很简单 对 对